访谈暑期特别节目 他是谁 和他一起寻找性格的秘密 我们知道性格决定命运 我们的事业生活命运 和性格之间有着千丝万里的联系 那么我们这个系列节目呢 就是想请您和我们一起来认识自己 一起寻找性格的秘密 那么今天和我们一起来寻找 他的性格秘密的嘉宾是谁呢 他初中毕业就参加高考 两次落榜后 一名惊人考入北京大学 身为老师 他冒用伟大名义招生敛财 遭到处分又丢了饭碗 他从在电线杆上贴小广告做起 白手起家 挣下万贯家财 他的学生遍及世界各地 他被人誉为留学教父 他打造了新东方的创业神话 那么他是谁 我想看到现在呢 熟悉他的人一定已经猜出了他是谁 不熟悉他的人也对他充满了期待 不过我现在还不说名字 首先为大家介绍我们两位观察员 这位女观察员呢 是刚刚考上美国斯坦福大学的同学 苏苏 您好 苏苏同学 您好 这位呢是公司老总陈向东 陈总 欢迎您 您好 还有我们的教育心理学专家 黄志蒙 黄教授 您好 您好 大家看到了我们这个写字板 这是我们对于今天要出场的 这位嘉宾的这个性格的一个 关键词的点评 那也是我们这位两位观察员 他们提出来的 我们来看看 一个是憨 肘 灭 淤 那想一想 是什么样的人会有这样的性格 这种性格是怎样来决定 他的人生和他的命的呢 那接下来我们就请出今天的嘉宾 到现在为止 我们的今天的 各位观众大家好 嘉宾终于出现了 你也看到这几个 这几个关键词了 憨 肘 灭 淤 这是我们两位观察员 说据他们对你的这个了解 印象的一个概括 你对他们的这四个选择 你认可吗 我肯定要反抗的了 因为这里面这个词 带有一点宝意 你知道吗 大家都是点意思 对点意思 那我们就一个一个来分析一下 好不好 好 我现在问问 这个憨这个词是谁提出来的 对 我提出来的 陈总 您说这个憨是指什么 这个余老师呢 是一个农村的孩子 农村的孩子呢 我想很淳朴 有时候呢很憨厚 比方是新东方在最初创办的时候 在当时的培训界里边 很多人认为他是很憨的举动 就是他在上课的一个培训班 在前面的一半的课 是免费的 那等到这些免费的一半的课上完之后 学生如果感觉好了 这时候你再选择去交费 去报名 有时候我们想嘛 就是新东方现在也是在做服务 而服务的最重要的就是打动人心 而且好像真正打动人心的时候 有时候表象上看你是憨的 但是实际上我想每个人都不傻 恰恰认为你是真正的聪明者 我觉得就是 因为憨的同意是如果再用 就是比如说实在 诚恳 完了诚信 完了对朋友忠诚 这些东西我觉得都是 就是跟汉有点相关的东西 那么我觉得我对朋友也好 对自己的同事也好 但是很真诚 我觉得说朋友紧急缺钱 如果他没有那笔钱 他就会出问题了 那我不会绝对不会说 你先给我签合同 完了以后一二三四五 要给我多少利息 我肯定就把钱打给他了 完全信任吗 对 这就是一种信任 上世纪九十年代 是一个人心浮动 下海成为潮流的年代 当时的于敏洪 是北京大学西语系 一个普通的英语教师 看着周围的同学 一个又一个出国 而自己还在为 每月八十多块钱的工资 精打细算时 于敏洪也蒙发了出国的念头 然而 二十四万元的巨额学费 把他逼上了绝路 现在广播一个通知 现在广播一个通知 西语系教师于敏洪 贸用北大农以资双点陈 行为特别恶劣 为了凑足费用 于敏洪偷偷打着北京大学的旗号 办英语培训班 结果很快被发现 经研究决定 给予留校查看出份 半年后 自感颜面无光的于敏洪 决定下海经商 在向北大递交辞职信后 于敏洪租下北京中关村二小的一间小屋 办起了新东方外语学校 他一人兼任校长 老师 会计 勤杂工 广告业务员 随着学生越来越多 于敏洪的工作量也逐渐加大 最忙时 一天要上十个小时的课 他感觉自己无法应付这些繁杂的工作 网络人才 充实师资 成了最紧要的工作 于敏洪把目光瞄准了 已经出国的那批大学同学 然而 当时的同学大多已经在美国安居乐业 他该用什么办法 才能吸引他们加入自己的事业呢